肖战七夕的广告呢 充满了幸福感 声音却低沉失落 今天呢 再和大家聊聊肖战 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就要来临的 这是一个浪漫的节日 肖战代言的产品 Rose Only呢 也在这个时间段大力宣传 肖战作为一期代言人 拍摄宣传短视频是很正常的操作 除了之前的代言的品牌 能够看到新鲜的肖战 其余地方真的很难 所以哪怕只是十几秒的视频 粉丝也会来来回回 循环上好多遍 广告文案是这样的 深情无法诉说 玫瑰热烈永恒 信者得爱 爱是唯一 四类行间充满了幸福感 也有那种美好爱情之间的象征 七夕文案很甜美很棒 但肖战的声音 却让粉丝感到心疼 击沉失落雅的声音 充满了失落感 最后的收尾也是极其简单 我是肖战 七夕快乐 可能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品牌吧 没有做好一个代言人的工作 没有为其宣传 没有扩大知名度 销量也不高 反而还连累了 让其遭受无端的恶意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愿意为品牌拍视频 即使会引来很多的口水战 他相信 有那么一群人 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这个七夕想陪他们一起过 不要放弃 不要失落 你永远是做好的肖战 那么一样 就会让他们一起过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